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炭腩韭菜我是Norate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24分 我們又...不是我們喔 我又打那個資料打得太晚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我們今天的這一個局勢就是什麼 AI的局啦 基本上如果你手頭上有那些大全職的AI股的話 今天應該是過得蠻開心的啦 那如果說你是有一些比較中小型的話 今天可能表現就真的沒有到那麼好 而且甚至有點差 那今天開盤的部分先開平盤 然後先殺 然後讓這個空單去上車 之後馬上嘎爆 把這個開盤的位置直接再往上漲 然後嘎爆這個空單的感覺 最後又慢慢的收斂這個漲幅又回來 就變成說假設你是一開盤 想說看一個格局 看一個這一個行情出來的時候 然後你選擇去做空 那做空之後你被打停損嘛 打停損之後呢 你想說那這一波行情是不是有機會往上走了 好你做多單 這個多單又被打掉 對所以說是有點那個多空雙疤的感覺 整個蠻起盤的 那光看到這個走勢 我知道應該很多人在那邊賠錢 這個是我在大概一兩個月以前講 我說大部分人都只會做 真的是這樣講 只會做大漲或大跌行情 而這種盤證行情是 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夠應付 因為我個人覺得 大概一個觀點是 可能想要在股市裡面呢 期貨部分你要去做一個 只是整個盈虧比的這個比例 你要抓的好一點 那我個人我對於期貨我還是比較保持著 因為我沒有太多研究太多的策略 我還是保持著就是做擋充 早盤就是充一波 那這個夜盤再充一波 就這樣子然後夜盤結束前 早盤結束前 絕對要把今天這個單給結束掉 對那是我目前的想法 對所以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就是我只能抓到大格局 那在中間洗牌你就會很容易被洗掉 比如說你因為你中間你進場的錢 我覺得可能也未必會到很好 而且我自己認為啦 期貨等於大盤 大盤我自己判斷我都不像個股那麼簡單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上衝下襲的格局 就像你做大格局它還是依然是上衝下襲 那我在內心中真正的大格局 可能是軸線 對不過我目前還沒有研究 我不要跟大家講太多 那今天走勢 長勢基本上都其實跟AI相關 可以說是今天AI股 舊式或穩盤 那今天我覺得一個非常非常值得的東西 跟大家做一個探討 那今天值得注意的是這個 金融指數今天砸到支撐了 然後不曉得後續表現會如何 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今天早上的這個開盤 我個人是有抓到一個多單 但是我目前還是在這個修煉當中 這個閉關修煉當中 今天早上的開盤開在這裡 那我在上週六的時候 我說如果開在上面是有些往上 確實往上 但是它是先來砸破 這個是這一根 這一根砸破的時候 我是有把它丟到我們群組 然後後面就往上走 但是一樣 沒有下單 不然的話應該今天會更開心一點的路 或者說直接不路了 因為可能太開心了 開玩笑的 反正就是 今天的格局確實是在開在上面 然後先殺一波再往上拉 對那這一根呢 我目前個人覺得是16835跟16900 這個位置這兩個支撐位置都相當重要 而且這個位置低點不能跌破 有可能它會跌跌比如說跌破16900 然後在這個地方形成一個新的支撐區 也有可能 所以看主力的想法是什麼 對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金融指數的部分 那金融指數部分呢 我們從這邊看 上市金融金融 金融保險 今天來到一個關鍵的一個 應該也說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支撐 今天達到這個支撐 對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實際注意的是金融指數找到支撐 不曉得後續表現如何 但很久以前我就說啦 支撐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直接看多 不要覺得說支撐一定會跌破 不要覺得說壓力就會突破 不過大部分人應該會覺得反向過來 應該是會覺得說 這什麼有壓力 會突破啦 這樣子的一個話語 當然都是等待它突破 你再看嘛 對我今天呢 早上發那個short 短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蓬城嘛 就說它突破在做進場 如果說你沒有突破在做進場的話 跌到今天收盤的話 是跌了大概10% 因為本身的不大 但是它是連黑了好幾根 就是基本上你進場就是 每天都覺得說心情很差 就是你的那個資金就是一直不斷的 破底破底破底一直往下跌 那再來呢 跟大家講一件呢 我看錯的事情 或者是說我沒有看到的事情 對 因為呢我在 這個前置股的排行榜 在上週六一樣這樣講 我講說通漲 通漲的都會是這個金融指數嘛 然後我說欸什麼 比如說台積電漲 那紅還不一定漲嘛 對不對 然後呢這一個 呃台大電呢 跟他們沒關係 日飛光投控跟他們沒關係 國劇那大力光那些可能跟他們都沒關係 就是電子半導體這一類的 他們並不會有一個通漲行情 但是我剛剛去看一下市值版本 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在今年呢 這個電腦級周邊設備 基本上也是通漲 對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看錯 因為我認為說這一波上漲應該是 呃 就原來啦 我原來真的是認為說是金融指數去撐住 但是我剛剛看一下發現說 哇根本就看錯 應該是要講說是電腦級周邊設備 因為他們是可以通漲 那這邊帶大家看一下這個市值的變化 我認為啦 或許金融指數 這個撐住 撐在這個支撐 是大盤的加分體 但他不是最重要的 他不是真正的題目 那他是一個加分體 答對OK 那答錯呢 可能也對於整個盤是 沒有任何影響 個人想想想想想想法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這個全子股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大家看一下全子股 然後按一下這個地方 產業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市電腦級周邊設備 這邊就好幾檔 然後大家對應過來 群木通長 我只有這一個 目前看起來只有炎華 而且呢 上市的這個電子零組件裡面呢 基本上這個 有這個什麼 台大電嘛 台大電應該還好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應該就是台光電 然後川湖 我張子 就是這 雙春這兩檔在撐 那星星目前是突破一個大位階 那台大電也是一個方式 往上走的一個行情嘛 所以說 變成說是這一框這邊 基本上可以併起來一起看 那當然這個電腦級周邊設備是主流的 然後再來呢 這個電子級 電子零組件的話 可能比較OK的就是 可能是星星 台大電這些其實也包含在裡面 個人覺得 然後大家只去看一下市值排行榜 很酷啦 很酷啦 怎麼說很酷 大家看一下市值排行榜 第四名是誰 光達 那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 這一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 台灣證券交易所呢 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成分股 即市值比重 變成說市值越大的個股呢 它影響大盤就越重嘛 那我們的光達 在現在7月24號已經跑到第四名 然後看一下 它這個表呢 是每個月 我往下拉到最下面 每個月呢 會做更改 6月30號的時候的表 是長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中華店 基本上是一個被炸出貨 它出貨掉的資金 就是轉移到了 光達 因為它跌的最兇 沒有沒有 中華店跟台塑化 這兩檔 跌的最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吧 中華店這邊跌最兇 也不算最兇啦 台塑化應該跌比較兇 那這個中華 中華店基本上是往下跌 而且它是 跌到這個 這邊好像是大直層吧 我記得 對這邊是大直層 如果說再往下跌的話 資金我是覺得不會跑掉 它反而可能會 又再留掉這一個 AI這個地方 再來的話 看這個台塑化 這個真的跌的很慘 這個跌的很慘 基本上原來呢 它應該是 整個上升趨勢 是要這樣往上走 但是它直接跌 跌回到了這個 可能77.5這邊是一個 大直層 maybe這樣 不曉得是怎樣 反正呢 就可以看到它跌的很慘 然後被 廣達給擠下去 那我們看廣達現在第四名 然後再來下一個就是 這個偽創 再來下一個偽創 所以說 到 8月1號的時候 這個 我們的廣達 就會跑到這個地方 那變成說 廣達持續在漲 然後 影響指數又更大 大家懂嗎 它是一個很正向的一個關係 就是 AI呢 現在是一個整個族群是通漲 因為我之前看錯 我說是金融股嘛 才有通漲很緊 但是 AI的電腦體周邊設備 這一個點 雖然說我們的金融保險 還是佔最大比例 不是 第二比例啊 就是 除了半導體 這個台積電之外 第三十八%之外呢 第二個是金融保險 但是我剛剛講 這兩個是可以框在一起看的 就是說變成說 這兩個加在一起12% 那他們的漲幅 比金融保險還要再更浮誇吧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這個台積電的這個佔比呢 感覺上目前會 看起來是越來越小 然後呢 這個所有的電腦體周邊設備 是往上籌 有一種就是 呃 也不能說整個是什麼 所謂的 全職四職網呢 它的佔比 呃 可能會掉得很慘 但是呢可以發現的是 這一波AI推上去呢 有一點要把台積電給擠下來 而且 台積電在上週的這個 呃 它的財報 感覺上啦 如果說我們看現在的市值的話 好像不好啦 但我 因為我也沒有很基本面 我沒辦法去判讀說它到底 好還是不好 還是說現在呢 說不好其實是已經 咦最慘就是這樣子 然後會反彈 還是說是什麼之類的 我們不曉得 但是可以發現的事情就是 呃 在未來這邊會 變得越來越渺小 然後這兩個東西會越來越大 對 而且影響是 呃影響大盤會越來越 大 那 大致上是我 目前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 是一個 整個股市的一個 蠻大的一個變化 還是說其實 早就已經有人發現 我不曉得 反正我是突然看一下市值盤榜 然後看一下這些東西 AI根本還沒有結束 然後他們之前的市值也是 很少 但是 我們切成這個地方給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這個上市嘛 這個地方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1000億 這個1000 這應該是億吧 我不曉得是不是億啦 那你看台達電嘛 這是加斯達 加斯達 以前五十 現在五十幾塊嘛 然後他曾經 你看到他曾經大盤整是在29 對 那代表說 差不多腰斬一半吧 他原來的 呃現在是52嘛 那我們差不多腰斬一半500億 然後500億可能多一點點 因為腰斬的話大概是26塊左右嘛 那腰斬的話是500億左右 然後現在 基本上全部都占上1000億了 對 因為我們之前看的話是這個 金融保險呢 他們是在這個 呃就是可能比較差一點 這個星光金可能在1000多億 然後再來就是2000 然後3000多 不過現在如果說把這個 我是沒有加啦 我假設從這個副方金 總total把它給 加到這個台氣引 這個地方 目前看起來應該還是比他們還要多 不過我覺得這兩個族群 是可以加在一起看 從這個廣達 加到這個 這個一起看的話 我覺得maybe 他們這兩個族群加在一起的12% 會贏過金融保險 所以我才會說 金融保險感覺上 好像要撐不撐好像都沒有什麼差 對 所以我現在稍微有點改口啦 那剛剛有講這個16835是這個 上週支撐 然後16990是今天的支撐 那再來未來的支撐 這是現在還沒突破的位置 169 16990 然後跟17015 我這邊稍微看一眼 我們還是講快一點 OK 我們看一下 嗯 這個 OK 那看一下 這個 好 那看一下這個位置 之前的高點 現在的壓制的盤 是大概壓在16990 我覺得應該可能萬七左右 那就是差不多啦 萬七調整到17015 我這邊是之前的這個高點 然後跳下來的地方 也是這邊的支撐 然後直接轉變為壓力 然後像目前是這個區塊必須突破 那突破上去呢 我覺得maybe 17062到17070 我不曉得這邊會不會有壓力 就是看主力要不要這邊壓 如果要不要的話呢 那這個地方直接 結束 直接取消啦 直接取消 對 所以說目前我們 以一個區間來說 是必須突破萬七 那 看看夜盤 或明天 或是將來 有沒有機會 就這樣子 目前支撐是一層 一層這樣看 當然還是不排除他會有他疊啦 好那稍微看一下 這一個 強制族群的就是AI嘛 OEM嘛 然後散熱 散熱今天蠻強 雙紅也是掌精版 好像掌精版 伺服器 我覺得是蠻強 CCL 再來比較特別的是探權 因為 我們是下個月吧 下個月月初 我忘記是幾號 8月5號買8月5號 忘記了 我沒有特別看喔 那 這個探權那個交易所要上 要上來了 所以說 上禮拜五跟今天都有拉 再來是網通族群 那資訊 資訊的話是講 宏記資訊跟微軟 那我不知道微軟 這一個是到底是長偽創還是什麼 那宏記資訊也是蠻可惜 那時候沒有買 然後就網上噴 就蠻多就是都是沒有買 網上噴 或是賣掉了就 網上飛的 真的很多啦 那如果是資訊就 我就要挑幾個 是比較大家 不要 有在做單的 我覺得是即可吧 這個成名店呢 終於來個重衰 那像是安泰克 我覺得講成名店 因為成名店看起來最強 再來是重店 這個中心店 繼續往下漲 其他族群也是 然後還有車用 車用是華浮嘛 因為我把它定義在那邊 華浴 華浮嘛 劍靈啊 飛鴻那些 那資訊也是啊 就是所謂原來的AI 那一塊 所以說資訊就是有長跟有跌 那可能是分 分在不同的區塊 再來航運 航運是跌個幾% 那下來是矽晶遠 他算是上飄期跌破 我這邊不看了 那再來是遊戲 大羽之那一類 然後破 破支撐了啦 破支撐了 所以航運跟遊戲 那還有關關族群 關關族群已經落蠻久 所以原來覺得說啦 原來上週是覺得說 資金有進來 但是又往下的感覺 這是 反正資金來來去去 我覺得目前來說 還是在支撐啦 只是說 應該說大盤在支撐 但是個股還是要進場在支撐的 那目前來到有蠻關鍵的支撐 就是220.7 那還有一個下飄期 我這邊直接給大家看 那這個我們看一下這個數分K 這邊是一個下飄期 我們繼續延伸的話 我們切成60分K來看好了 那切成60分K來看 這是一個下飄期 對不對 然後剛好點到2220.7 然後之前這個W直接 有撐有撐 但是一樣破了之後就一樣看大了 大了目前先看這裡 到這裡 那更大更大的話 我們會看像218.5到219 因為這邊有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撐壓互換的位置 我們都會先把它當作是一個大支撐 那會不會有機會抵到這邊 講真的不知道 因為一定是說到支撐都會先看支撐 所以220.7今天來碰 然後在這個地方有收下影線 收下影線 並且有個下飄期 那不知道這下飄期 會不會帶給他一些精彩的事情 他很不確定 那至少不是像這樣子 整個很頹勢啦 直接暴跌 而是下去有滿上來 下去有滿上來 所以才形成一個下飄期 那下飄期是一個 算是上漲的一個反轉結構啦 目前只能看 那最大是看218.5到219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就是看這個地方是否有機會反轉 那我今天也要有停損 停損了一檔記憶體 品安跟耀月 如果說有追蹤我IG 可以看到我昨天剛好去百貨公司 然後看耀月有一個櫃 然後在拍照 然後說是他的股東 然後來查看這樣 今天就他停損 其實他不到停損價格 只是我覺得他轉弱了 就是他今天有 原本要打上去 但是被一根上限給打下來 所以有可能他還是有起死回生的機會 只是說我覺得今天的下跌 然後讓我覺得應該還有更好的機會 然後我就把他轉到別的地方去 這樣子 因為有可能看錯 因為我看錯啦 他後面又起漲也說不定 對 所以停損啦 所以可想而知整個行情不太好 因為我個人都是買在支撐 那如果停損的話 代表說我買支撐的那檔 個股是破線做一個頭部的 那是主力自己都跑掉了 那一樣上禮拜還是講這句話 太多留強 那太多留強真的是蠻重要 因為在六月底的時候 太多留強所以有買到圍影 圍影現在到我手上已經70幾% 我今天稍微看一下 70幾% 真的是還蠻浮誇的一個漲幅 那中間當然有賣 然後後來就放飛他這樣子 那這樣的行情其實已經持續一個月 我跟上禮拜講的一樣 所以很多個股是不斷的往下探新低 到今天為止都還是探新低 那我相信很多人 你不砍的話會被深套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個人還是覺得說 這大判承認自己停損 真的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因為你被深套的話 最終真的反彈 你沒有任何感覺 相信被套了 大家都有感覺 我只是說你 你假如100塊買進 然後人家跌到80塊 跌了20-30%了 那最後反彈到100塊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 賣掉 你根本沒有辦法賺錢 你就是回到0 那當然碎一點的話 彈不起來 100塊 你可能真的是套在高一點 最後 跟著資金 下去 這個跌多長少 跌多長少 最後就拜拜 整個就被淘到那邊 然後剛好這檔股票又怎樣 沒有辦法0股息 這個是更加的這個 整個情緒很down的一個事情 然後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這個台積電吧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吧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 TSM也是 所以就不看 上週我給大家看一下TSM 一樣卡在那個線上 我這邊不看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廣達 這應該沒什麼好說 就是 往上往上往上 掌情板 然後往上走 然後突破區間 又突破一個下一個區間 對 然後技嘉間掌情板 也突破區間 然後如果說有回撤指紋到這個位置 330的話 自己考慮看看吧 對那我的成本在這裡 對那我的偽創成本是在這裡 對那廣達那時候蠻可惜的 那時候應該滿 在那時候這個地方的時候應該應該做進場 那蠻可惜的 現在已經 漲一倍了 這是一倍 原來一倍這麼 這麼簡單 但我沒有啦 100%我沒有 那大概這樣 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個納指吧 那納指的部分的話 在上週五的時候就講 上週六的時候就講 我說剛好符合我講的東西 但是他沒有進行破體翻 他卡在這一層 那今天 剛剛在3點到4點的時候他往上起飛 那起飛在這地方當然是好事啊 不過我覺得這個起飛 我覺得我不太喜歡 因為可能很多人追進去 但是我會比較喜歡的是這邊做破體翻 我覺得會更好 因為大家都看著支撐 然後可能真的有人在這邊做進場 然後往上拉 當然你要換過一個思維來想的話 有可能這邊都是 閃霧在做空 主力往上拉 但有可能 但我最喜歡的是 把大家認定為是支撐的地方給砸破 就跟我們今天早上看的這個一樣 我們今天早上看的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把大家認定為 他撐很多 然後你把這根疊破了 這根疊破了 這根疊破了 都疊破了 拉回來 然後假設去做多的話 就往上走 但如果說以我的想法 這一根要做多 我有可能不會做多 講真的我有可能不會做多 因為我的策略目前應該還是比較 局限在可能25點以下 如果說看我根根復盤的話 那這個範圍大概上是 34點 所以如果說我進場在900的話 那他掉下來可能到866 那34點 可能我會考慮 或者打 打進去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單 對 可能會這樣子去做抉擇吧 對 就看自己當下的情緒 OK 那我們這邊 大家這樣講完了 我個人覺得說 他可能還是會來個破底吧 我覺得更好 破底然後再往上玩 至少他 越過下山區是先的 但是他這個地方是他自己 新行程的支撐 跟左邊根本沒關係 那左邊有關係的話 是白色線 所以今天你說再往下找到白色線 有沒有可能 還是有 還是有 因為他還沒有辦法說 他是一個抗反轉結構 除非做破底翻 或是說他站上這一層 才能說他是一個反轉結構 否則他只是一個下跌中繼 然後呢 直接拉一條 要漲幅滿足 再下跌一波 這樣子 搭上自我的想法 OK 那我們這邊講了有點久 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這一個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觀點 這是一個 聽一首歌 然後突然想到的 一些話 但就是 隨便想一想 那大家就隨便聽聽這樣 對 然後今天大家 又跟大家分享的觀點叫做 生命一瞬 生命一瞬 那 可能有人不太懂 這是什麼的解釋 那不過我就用我自己的解釋 我就用我自己的解釋 就是說 大家有沒有想過 活到現在這個 歲數 那一生中到底 認識過多少人 對 是1000個人呢 還是說是 1萬個人 我相信應該每個人 從小到大應該認識到 應該不只1000個人 我覺得到我現在這個歲數 我覺得應該也不只 國小 國中 高中大學 那些都是很多都是 擦肩而過的人 也都 算認識嘛 可能 看過那個人的臉 但你未必叫得出名字 對 那相信就算 仔細回想 我覺得應該也很難去 回憶起來 除非你翻開什麼 畢業紀念冊 把全部人的名字 看過有沒有這些我認識認識認識 然後去一一一去數 不然的話 我覺得應該也很難去回憶起來 因為那些人 在你現在的人生 或許他就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那或者是說 是你自己選擇去 離開他們的 也或許是他們選擇 離開你 對 那我們不斷在人生中 有不同的 記憶 就是一些事情的 好的事情發生 壞的事情發生 這樣子 那最終會留下 最適合的人 在身邊 仔細回想 也是吧 就是你現在呢 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 你的小孩 你的同事 你的養的狗 你的貓 你的爸媽 適合這邊 較大概率留下 不適合可能就被 就你離開他 或他們離開你 這樣子 那或者是說 也可能過著說是 得過且過 就是說 身邊的人可能也不太在乎你 那你也不太在乎身邊的人 就是說 你的生活可能就是 就那樣吧 別人問你 你最近如何 就那樣 就是這樣子 就想著 就這樣吧 那這邊 不去探討大家的人生 過得如何 那我相信 過得不好的人 可能會更好 那 過得好的人 就會 這個也是 更加好 這樣子 那我們探討了 還是要回來什麼 古事 所以我們探討的是 古事一瞬 那進來古事其實跟生命是一樣的 就是必須走一輩子的 那每個人或長或短 我一個人18歲進來古事 一個人50歲才進來古事 我每個人或長或短 但就是說 你雖然說無法跟人生一樣 有個開頭 比如說 你不可能有人1歲開始在看股票吧 對不對 但是呢 我認為的古事是要 跟著你一輩子 到人生結束 就很像一個技能的感覺 但是 那個技能可能不是說什麼 彈甘情 或是說 什麼彈吉他 因為可能你早期以前會彈 那可能到老年你沒辦法彈 你忘記了 你不知道怎麼彈 但古事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一輩子的事情 就是跟吃飯 睡覺是一樣的 我自己認為 這是我的想法 那也是我們之前 我們談論過了 無限賽局 他不是一局 定勝負 像電影一樣 就是 男主角拿到了世界冠軍 女主角得到了 什麼什麼很厲害的一個名氣 然後 這個電影就在一個 很完美的地方 很落幕的這樣子 進來古事後呢 我們學習到的知識 是會 層層堆疊上去的 跟生命一樣 跟我剛剛解釋的是一樣 就是我們的人生 會遇到 很多很多很多人 但最後會留下 一些人嘛 對不對 那是非常多 形形色色的方法 是 KD MACD RSI 威廉指標 不領通道 撐壓 軍線 但跟人生 一樣 你會記住哪些 你會忘掉哪些人 在不斷的重複股市的際遇中 就是 獲利嘛 虧損嘛 下單啊 只是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個 重複的股市的機遇當中呢 會慢慢的磨合 最終找到最適合的 或 上面講的 得過且過 我相信 可能 在股市裡面 沒收的人 現在可能還過著 跟人生一樣 可能哪 得過且過 當然並不是說 人生過得好 那股市就會好 人生過得一塌糊塗 然後股市就不會好 不過我相信可能 他還是有點相輔相成的 我個人覺得是說 假設你人家負債了幾百萬 你其實根本沒有 不能夠把錢拿來投資 你應該是要去找你的這個欠款 但是你又硬要這樣子去做 那可能你在人生中 是一個得過且過 這應該也不算得過且過 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一個 比如說被朋友騙錢啊 被 被別人詐騙啊 然後 被人家搗會啊 做生意被人家跑路啊 等等等等 就遇到很多很多這樣的事情 人生 這樣子 好 那 但是我自己個人覺得 股市它其實跟人生是不同的 你有 權力選擇 投資的方式 你有權力選擇投資的方式 不像人生 沒有權力選擇 你要認識誰 像假設我想要認識某某明星 周杰倫 蔡依林 或是這個 郭學福 對不對 我們沒有權力啊 沒有任何權力 但是股市啊 我們是有權力選擇 自己想要投資的方式 0050 0056 00878 006 08 投資大盤 你要做當衝 你要做基本面 你要做籌碼面 你要做籌碼面 你要做技術面 都是自己可以選擇的 對 讓人生沒辦法 雖然說他們好像很像 那可能會走到你一輩子 那但是你是跟人生不一樣 你可以選擇 你有選擇的權力 那好好記住自己投資 失敗的瞬間 好好記住自己投資 成功的瞬間 對 好好的檢討 覆盤 過往下單的 每一刻 對 那最後最後 我們還是送給大家一句話 就是說 人生的目的 一樣 只是 活出的方式不同 我加個字 那股市的目的呢 也一樣 就是我們是要為了要賺錢 那人生就是生老病死 每個人都會生老病死 那只是你中間的過程 你看你要活著那樣的方式 不一樣 那股市的目的也是一樣 你要賺錢 那只是方式不同 你就找到最 適合自己的 當然現在目前可能 大部分過得過且過的 應該還是我們這些做波段 或是說做這個當衝的人 那做大盤應該都 蠻適合的 因為之前講過嘛 大盤這個東西 跟著 跟著大盤走 就是一個最符合大部分人的方法 又回歸到我們之前這樣的話 對所以 對 就是今天就送給大家這一句話 然後這個 人生的一瞬啊 生命的一瞬 然後股市的一瞬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 看今天新聞吧 那今天新聞就找 找兩個 看看今天新聞 今天呢 這是那個納茲達克100 指數全重調整 那微軟呢 會打孔降最多 只是說原本這個 納茲達克100嘛 只是說100檔 這個個股呢 在今天 將實施特殊在平衡 從那個七大 這個科具巨頭呢 我忘記哪七大了 應該是 我就不念了 那 就是從55%降到 43.7% 我算是降了蠻多的 所以他究竟到底會有什麼 特別的 就是說 對於整個操作有什麼特別 我真的是 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所以我覺得也很難去猜測說 這個 轉換就一定什麼 比如說 現在都在漲科技股嘛 都漲那七檔 那如果說調整的話 會不會納茲達克就漲不太上去 然後反而會掉下來 對那我不曉得 還是說其實 對沒想過 會不會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這個調 你要調嗎 OK啊那我就是買其他人 把其他人買起來 這是比如說 他在漲嘛 受惠最深的是什麼 晶片的博通 然後Adobe 百思可樂好之多 欸 納茲達克為什麼有百思可樂好之多 我自己不太知道 反正呢就是有這樣 這個公佈這個消息跟大家來講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是 颱風架勞工不上班 這個 沒有 不要講這個啦 我們要講的是颱風不是來的嗎 然後 就是 如果說啦 那個颱風呢 來了之後 台北市 他沒有停班的話 那股市就有開 那如果說台北市呢 台北市這個 有三班 那其他有休的話 那大家可能就賺到 在家裡看股票啦 所以 所以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是這個 那今天就很簡短的看這個新聞 我們就來講這個個股吧 我們講 30幾分鐘 那個股部分我們就 從這個華碩看到尾訊 我們看 來看一下華碩 他華碩其實沒什麼特別好講 就是說 就這樣漲啦 這沒什麼好講 而且這個在昨天有丟到會員個股 試試沒有看會員個股 對不對 有給我抓到了 沒有看對不對 就是那時候 我自己也要在這邊做金廠吧 在這個區域做金廠吧 然後有參與到這個儲蓄 我忘記哪裡 我自己也在這邊附近 有到做金廠 然後我記得在這個末段的時候 把它賣掉 然後有參與到儲蓄 然後最後就 砰砰砰 往上飛了 所以目前他都是 以一個還原線來看的話 是持續創高啦 搞不好飛到天際也縮定 然後直接漲了20%上去 非常非常可怕 這沒辦法分析啊 那我們要台表科吧 那台表科的部分 我看一下喔 基本上我還是認為 很 強者很強啦 弱者很弱的感覺 所以 這些可能就沒什麼起色的 我們還是把它給淘汰掉吧 就是不要覺得說 所謂的什麼 落後補長這件事情 對 那台表科的部分的話 我們看一下吧 基本上就是有一根 在周五也被出貨啊 掉下來 我看一下量 量又爆大量 所以今天往下疊也沒有任何意外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被套在這一根 被套在這一根 真的是 非常可怕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認為啦 在這個區域裡面 這個區域裡面 這個地方是一個W 如果說這邊是支車 這邊支車 我個人覺得 這邊要等待破底翻 再上來 再做進場 等他翻上來再說吧 因為很明顯的支撐嘛 那很明顯的被出貨 而且出貨 出貨的量還蠻大的 就代表說可能足利整個跑掉了 因為今天是下跌嘛 所以我們是合理的 所以就懷疑說 就是賣給賞戶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華泰 那華泰部分的話 我個人有做進場 不是說要上漲才有啦 那疊的時候我也是說有 那剛好啦 因為那時候 上週四的時候做進場 嗯 就這麼剛好 就在那一天 因為這次我放到那個 會有個股 我看看幾天 7月15號 7月15號在 這天嘛 7月15號 7月15號是在假日嘛 然後7月17號卡在這裡 那我一定是說 這邊突破 那回測看看 對 那我看這天回測 這個還沒有進場 我在這天做進場 對那可能那時候 我也忘記禮拜四行情 你知道嗎 好像是 是稍微小漲嗎 還是其實 還是那種比較通疊行情 我不太記得了 反正他今天能掌 我認為就好是吧 就掌上去了 就這樣吧 因為沒辦法做太多的分析 就創高啦 創高沒辦法分析 所以理論上 你應該是在這一根 去勇敢做進場 這樣子吧 對不然就等在這裡 這個地方 我忘記那時候我講什麼 我有可能那天我講是 到這個地方 因為7月15號 我講是在這兩根中間嘛 我原本在這根講的時候 我就回撤到這裡 可能有機會 那我是個人是看到他上去之後 回撤到這裡 我算是勇敢進場 我算勇敢進場 因為他有可能打停損 對他還是有機會打停損 對我只是那時候就是進場 然後射牆好 可能就跌破這根走 然後到這邊直播我們再考慮 這樣子吧 好啦滑斧 那滑斧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覺得說 在這個地方吧 118.5這邊是支撐 但是他只今天用 跳空開地的方式下去 這個在過往的這個 有講過 我說如果說開盤的時候 用跳空開地的方式下去開的話 直接跳過這個支撐的話 基本上那一天就慘了啦 這個是阻力有益而為之啦 那大致上就是目前 我個人看向99.5 而且是必須要有直穩 一定要直穩 不直穩你不要直去接 這不能直去接 他這麼的恐怖 對他會不會再來一根 那也是有可能啦 對啊 所以說我個人覺得說 到這邊去看他們的直穩 再看看吧 再看看這樣子 對目前 這邊的支撐效應 我覺得是有的啦 不過不確定有沒有 因為這邊是一個上升三角形的一個 突破的一個平台支撐 大概上次99.5 附近 或是說100 但是就是要等待他直穩 那最好是慢慢的橫盤 橫個兩三根再考慮吧 好啦看一下金星科吧 那金星科目前來說的話 今天有量上來 8.52% 那之前有講 這邊是大支撐 然後這邊大壓力 那這邊是小支撐 這邊是一個 W底的小支撐 W底 加上去的小支撐 然後呢 之前在這一層 我剛剛這邊畫 我說這地方必須要插針 然後再考慮 那變成說 現在又再度加上去 但是 我們這邊看看吧 我個人還是不太喜歡他啦 我個人還是沒有很喜歡他 那看一下他的結構 然後 我覺得啦 如果說你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 這一根的停損又太遠 對 如果說又回到這個支撐嘛 那這根停損要 還好啦 5.4% 可能還可以接手啊 如果說有回到 462的話再考慮嘛 不然的話就是突破這一層 突破這一層做指紋 518520 這邊 就這樣 這個之前有畫過一樣的圖 但是前提是 就是你不care上面的高點 好 前提是這樣子 對 那目前在看吧 好我們看下一張 索羅門喔 那索羅門今天回色非常漂亮 這個在週六的時候 週五 週日的時候有放進去 7月22日還有放進去的 那是這根放了 那我說這根 這個基本上是不用等尾盤 因為他已經 直穩過了嘛 所以說 基本上就是碰到 然後你有做進場的話 今天就直接拉上去 而且今天 如果說你真的是買在那個低點的話 拉上去的趴數 總共幾趴 8趴啦 這很不錯 所以現在沒有任何的機會 個人覺得拉 就是 就除了這個35.2這邊 有想法之外 然後當初你去抓的話 是抓這邊當停損 就除了這樣之外 我個人覺得就 沒機會了 所以是希望你今天也做進場 而不是看到他上漲才有那個 做進場的想法 那現在的話 我如果說你是問 因為 我不知道每個人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說你是問 挺利點的話 那maybe確實在 38.5 這個地方是一個 壓力吧 這樣子 大概8趴這個問題 其實也還OK啦 賺8趴啦 一天就直接撞8趴 那 如果說是我的話 可能會稍微小部分的出場 然後再等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創高這樣子 那應該講到第一檔 OK 那看一下齊有 齊有部分的話 其實在他創高之後 就沒什麼機會 然後整個這個 資安 概念都還蠻弱的 那看一下他今天呢 是我 不錯喔 今天這個地方就是 之前這邊分析 我看什麼分析喔 如果大家有興趣是回去看喔 算是講得對齁 7月11號這個地方分析的齁 大概這一天吧 我說這邊來個插針 那插針呢 今天插針喔 所以說他尾盤確實是不錯的 而且低點停損直接是到今天底點 有可能會看反轉 那先看這個下去先突破吧 我們在這種下降的格局 三角收斂的格局裡面 看到有一個插針或破底盤的話 都會是一個不錯的點 代表說這樣的空頭的那個壓力呢 在今天被一些人給洗出去了 然後再來就轉牆 我有可能再創高等等等之類的 對目前先試試看看吧 然後壓力的部分有點難懂 不太懂 可能這裡吧 我們抓到59吧 大家知道嗎 然後他尾遜吧 那尾遜也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今天的 又來回撤啊 沒什麼特別的 這個應該也不太需要問 就是又來回撤嘛 欸這是我們在什麼時候放 7月19號嗎 上週三 這一天放 三週三 四五一 那又到達支撐 那到達支撐看自己 也可以看看最近上吧 對不對 這個你也沒辦法問我 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跌破啊 因為我不是主力啊 就算我是主力也未必守得住啊 我可以拍窮譜之後 這檔不會掉下去 當然會不會遇到更大的資金來做空頭 或是說來把我的充滿給賣下去 這也有可能 就算你是第一個 我最大持股的人 我相信只要股市有一個反轉 那搞不好全部的散戶都呈現賣超方的話 還是會被賣下去 就算你是第一大股東 你都還是有機會被賣下去 真的就是這樣子 功過於虛嘛 而且你都是第一大股東 那他別人賣下來 那有多少人要買 你自己就已經最大 那你可能未必 還有資金在買嘛 對不對 在買你還是第一嘛 但是你要拋給誰 這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OK那 就一樣回撤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的啊 那就是你有興趣就上嘛 然後去抓好停損 那停損的話 我個人 我忘記那時候我抓哪裡 可能抓這裡吧 4.多巴 62.5跌破可能就先閃這樣 OK那 這個第一步到這邊 然後待會再來錄第二步 好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